大家好,我是一口 今天我要介绍的产品就是 灯泡 其实你看到灯泡好像不起眼 但是一个家里面用最多的就是灯泡 今天我要介绍的灯泡有两个主角 第一个主角就是马来西亚刚刚launch的Philip Pew 另外一个就是小米E-Lac 我手上这个其实是一个组合 里面有三个灯泡,一个连接器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开箱 分享一下我知道的十个对比 连接器 灯泡 现在我就来装上去 关灯 OK 开灯好长啊 这是小米 这是Philip Pew 首先要讲的就是亮度 Philip Pew 806L 小米E-Lac 600L 所以Philip Pew比较亮 第二,耗电亮 Philip Pew比较亮 所以比较耗电 但它也只是10W而已 比小米E-Lac多1W 第三,外观 Philip Pew外观比较迁徙 体积比E-Lac小 你们看得出吧 第四,应用App操作 Philip Pew需要用自己的router Connect Wi-Fi才可以使用 而E-Lac Connect Wi-Fi就直接可以使用 第五,Accessory 在Accessory方面,Philip Pew比E-Lac多 例如Philip Pew有Tap Street Demon Street Motion Sensor等等 第六,Integration Philip Pew是第一个可以被iOS系统 所操作的智能灯泡 可以和Apple HomeKit结合运用 方便市场上Apple有时相对下 E-Lac就做不到这点 第七,语音控制 Watch Control 语音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Philip Pew的Watch Control是很敏感的 相反的E-Lac的敏感度比较低 第八,颜色的准确度 它们两个都是RGB LED灯泡 主要是三种颜色 红绿蓝混合合成 可以有16个Million的调色盘 让你选择 在颜色的准确度上 两个打成平手 现在就来试试看 现在是粉红色 我最喜欢的粉红色 紫色 蓝色 金色 16个Million的颜色 让你选择 现在就到小米 金色 黄色 会不会我把后面的灯 灌得比较清楚 灌的灯的效果有好点吗 这两个就是蓝色 金色 还要看什么颜色 调了红色之后 看来家里也变成红灯区 第九,Septic Philip Pew不只可以控制亮度和颜色 还可以控制时间 E-Lac也一样 也可以设置盘 最后要讲的就是收价 看到这么多功能 这两个灯泡要卖多少钱呢 E-Lick Philips Hue 灯泡264 E-Lick E-Lac 89Mb 好了 这个影片到这里结束 因为太刺眼 要带墨尽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like和share出去 还有有什么comment的话 也在下方留言 记得like我的Facebook page 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E-Ko-In 下个影片见 拜拜